然後他就 警察就抓著他 然後他就一個迴轉 從這邊 從這邊一個迴轉 然後就撞到那邊去 真的是驚險一瞬間 三名二分局員警李棠衛 為了逮捕通氣犯 腳受了傷 走起路來步伐還有點吃力 來來來來 執勤警戒線 OK 非常的棒 代表市長 跟妳揮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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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一輛白色轎車衝上騎樓 撞飛停著的機車 一旁的員警閃避不急 也受到波及 以為他是睡著還是怎麼樣 他發現好像他有不對勁 警察就是要對他收聲 他不配合就衝走 有 有撞到警車 然後再撞到路上的機車騎士 然後再撞到店家的住者 然後再撞到店家的機車這樣子 高雄市副市長林清榮 以及警察局局長林妍田 接獲消息 趕緊前來慰問 因公受傷的英勇員警 並頒發慰問獎勵金 這次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故 能夠立即很快的 整個團隊就立即能夠壓制 雖然受到傷 但是仍然把任務給達成 這對於我們整個的治安來說 或者是查獲這個毒品 都是相當大的貢獻 經過警方調查此案 呈信嫌犯是橋頭人 為槍炮傷害防害秩序的通緝犯 並當場於車內查獲各式槍彈 以及二三級毒品 他疑似啊 因為情緒失控 所以朝著員警咆哮 那講一些聽不懂的話 經過上銬制服 待反鎖內的時候 已經恢復清醒 當嚴警拍窗盤查時 誠信駕駛進計檢 計檢並倒車衝撞警車 或撞擊路邊車輛及房屋梁柱停下 造成誠信嚴警腳步插錯傷 巡邏警車及周遭一部貨車 四部機車及其樓中柱毀損 警方信息壓制陳嫌 前案本分局依涉嫌槍炮單藥盜謝管制條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刑法環外公務罪及三件通緝案移送申辦 索性受傷的員警治療包紮後 目前沒有大礙 已經返回派出所休養 林副市長肯定同仁勇於執法守護 及有效進化本事治安 代表市長慰問同仁辛勞 呼籲同仁注意職勤安全 市府會作為警察同仁最有力的後盾 並祝福李源早日康復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